MING PAAN70 T君ido contributing 好,我的大雞 一怦嵐掩时 好,這個是我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長頭髮 所以我是不能畫一條變的 這個是我 其實如果以說我家的家庭 我是要分開一半 一半是我原生家庭 我原生家庭 有爸爸 有媽媽 我有一個母哥 我有一個妹妹 在一個原生家庭裡 我是中間的 但是 同一邊相 我有一個我現況的家庭 我現況的家庭 我有媽媽 有爸爸 爸爸應該在六年前離開了 現在只有媽媽 我現況的家庭裡 我有一個弟弟 原生家庭是去大陸的 現況的家庭是在香港的 基本上我沒有記錯 沒有記憶的 基本上 據聞我在嬰兒時期 這個嬰兒時期 應該是大約一歲 我從這個家庭 去了這個家庭 從來都是那些據聞 從來真的沒有人在我面前 很直接跟我說 或者應該這樣說 這是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說法 說法就是 因為我現況家庭的爸爸 很早前 游泳 偷渡 來到香港 我這邊的說法 就是因為這樣 我現況家庭的媽媽 當時我們在大陸 他只有一個人 怕他守不住寡 於是就怕他會改嫁 有一點害怕 有一點怕他會改嫁 於是那時候 大陸是一孩政策 據我所知 大陸他們又說 不是我 不要 因為生了我哥哥之後 生了我哥哥之後 就另一個人到我 他們就覺得 怕他改嫁 於是就把我 不如讓他陪他 那時候 因為我整個家庭 我還有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現況家庭的爸爸 他是第一個 就是他是 大的 這個我原生家庭的爸爸 他是第三 我應該還有一個 第二的叔叔 那時候有得選擇 那時候據聞 在家族裡面 可以讓他選擇 在這裡選擇一個 還是在這裡選擇一個 第一 因為我原房家庭的媽媽 和我原生家庭的媽媽 在當時 比較 關係好 於是就選擇了 這是根據這邊的說法 根據這邊的說法 在他們來說 其實是沒有個人的 只有家族 只有這個 現在以我的理解 在我原生家庭的父親 他的觀念裡面只有家族 個人的利益 或者個人的想法 願望 其實是放得很低的 所以他從來沒有考慮過 這個寶寶是一個什麼狀態 於是 據聞 我就過來了 但是這邊的說法 又不同 這邊的說法 就是說 我原生家庭的媽媽 原生家庭媽媽 你怕手 我原生家庭的媽媽 是因為 一孩政策之下 就不要了一個 不要了兩個 我是第三個 因為她和她結束 所以叫她 你不要再落難 對身體不好 於是她就說 那我幫你養吧 據聞這邊就是這樣說法 所以到底我在什麼狀態呢 我不知道 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她說 我不知道 這是很大的問題 好了 我過來這裡 但是我是否被修養 我又沒有做任何修養的手續 所以 到底我是被修養 還是 我不是被修養 這是很大的問題 這邊的說法 我沒有修養你 但是我是養大你 這邊的說法 我沒有把你給人 到底是那個什麼狀態呢 我真不知道 好了 那 到我一歲過來這邊 所以一直 我在我的童年裡 我一直覺得 這邊是我的家庭 而我是叫這個爸爸 這個媽媽 我這邊叫叔叔阿嬸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是我的家庭 所以這個 我應該是去這邊的 我一直都覺得 到我六歲這一年 對 我到我六歲這一年 生日蛋糕 六歲這一年 我不記得 身後六至七 我不太記得哪個歲數 我才知道 我原生家庭 其實是這一邊 這個不是我原生的家庭 但是 所有世界人都要瞞我 所有人都要瞞我 那我怎麼辦 於是 我要向所有世界人 瞞他們 告訴他們 我不知道 但其實我未知 那怎麼辦 那 就在這個 我童年的成長期裡 而因為 上次我也提過 我原生這個家庭 是會出刀的 哈哈 不是 我自己這個家庭 會出刀的 於是 但是我這邊的家庭 某程度上 很好 在我小時候 他們很好 就是叫做 起碼父母關係是和諧的 就是他們是相親相愛 那我哥哥大我四年 我 我 我大我妹 我哥大我四年 我大我妹 十年 我哥哥和我的關係很好 我和我妹的關係都可以的 總之 雖然我哥哥不太喜歡 我妹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關係都是和諧的 所以 在 這幾年裡 因為 我整個世界都倒閉了 的時候 我終於發現 這個家庭 某程度上 是我人生裏 這個家庭 某程度上 是我人生裏的 支柱 因為 我這個成長的家庭 太多刀 太多X靠X靠Y 於是我經常覺得 這個 我無論如何還有一個家庭 在我生命裡 而他們是健全的 於是我過程裡 我覺得 即是我現在才回家 其實它是 某程度是 建立了在我 青少年時期裡 很多這些 裏面的裏面 只撐著我 去捱 我真的不是叫捱 而是知道的 今次很長的時期裡 到我快結婚 應該是晚晚了 後來 因為以前是窮的 後來他們變得有錢 初期我媽媽 在大陸 她自己做展法的時候 其實她初時有錢 但來到香港之後 重新又捱過 所以後來 他們就 就變得窮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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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自己的成長裡 我沒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因為 沒有了錢 對 他們必然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後期 初時沒有的 後期 到我十多歲之後 他們開始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到我 他們開始有物質的東西之後 其實 本來他們很好 沒有了 他們初時的關係是很好的 後期 到我 大了一點之後 他們的關係 開始斷了 斷了 斷的原因有幾樣 我相信 在我裡面 第一 她不滿 我原生媽媽 不滿 現況媽媽 覺得她們為何 家庭會搞不定 為何我要守這些東西 要這麼多 這個不滿 她曾經想我回去 她們的廠製工作 但在整個過程 在我人大 裡面 我感覺到 我原生的媽媽 是不想我回去 不想我跟她們有接觸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 一年回鄉下 就是坐火車回去 我一年 其實只可以回去一次 或者兩次 最多兩次 因為她不喜歡 感覺到她不喜歡 而後期 越來越差 就是關係後來 越來越差 因為她 對她有意見 你又對我有意見 就是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在我很長的期間裡面 我都是猶孕 在這一種裡面 大家瞞瞞瞞瞞瞞瞞 直到我應該是 十九歲 十九歲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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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是二十歲 對 我二十歲這一年 對 三十 但是 二十歲這一年 我終於讓她們知道 我其實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開始發覺大家 因為她有太多欺欺 於是有些事情 其實已經是 不能夠再告訴她 真的不行 我讓她知道這件事情 我生活其實沒有改變過 我覺得因為她不喜歡 因為她讓她 我當時跟我原生媽媽說過 無論她做得多對 即我 香港現況媽媽 無論她做得多錯也好 她是養大我的 所以 我跟她說過 你不可以這樣對 不可以這樣說她 或者這樣對她 因為她做得多不好 有多少錯也好 她是養大我的 在我的態度裏 我對我原生的媽媽 其實我是更開放 我自己更開放 更開放 因為她可以讓我 罵她 質疑她 喘 什麼都可以 但我對我現況的媽媽 其實我是要很小心翼翼的 我會有害怕的時候 因為她的關係不好 她很記手 很多疑 她很自我忠心 她不會聽你的說話 她覺得她說的對就是對 她不會聽其他人說的 所以我對我這個 香港的媽媽 其實我要很小心翼翼 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不是她會害怕 不喜歡的呢 會不會令她難受我呢 但我對我原生的媽媽 就不會有這個 那我的世界呢 在前幾年 大概三四年前 我已經不願意紀念份了 破壞了原因 是因為我原生的媽媽 去旅遊的時候 回車 死了 突然離世 這個離世 我是接受不到的 我接受不到的 接受不到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她是拜佛的 她是拜佛的 我不會說 她是信佛的 我是信教教的 所以變成了 她所信的東西跟我很不同 在我的角度裏 我覺得 在我的信仰裏 她有贏她上了天堂 還是下了地獄呢 所以這個是令我覺得 我很 其中一個過不到的地方 我還有沒有機會見她呢 我連她不走一面都 不想 我自己 我自己 我對她好過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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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我可以去 罵她 跟她 不客氣 說話 但我沒有對她好過 但她一直想補償我 第二個我接受不到的地方呢 就是我親愛的哥哥呢 和她 她的老婆 為了錢 我們去打官司 因為她 她 她打官司 因為她和她的老婆 因為錢 這件事 而她打官司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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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 我覺得生命裏面 令我這個家庭 很愛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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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在我 親生母親走 我沒有多久之後呢 他想找個第二個女孩 他想找個兒子 他想找個兒子 因為我 哥哥呢 只有兩個女兒 而令我覺得 到底什麼是 愛呢 什麼是 什麼可以行救呢 而是因為 他們要打官司 裡面 我只可以二選一 即是說 我只能夠選 幫她 還是幫她 不是因為我只能夠選 而是他們只能夠讓我這樣選 對了 我嘗試去做中間人 每一次都要被人罵 由X靠召怪你 唉 那 在我的角度裡面 我覺得 這個是邪惡的軸心 哈哈 這個是邪惡的軸心 而在我的角度裡面 他們有些 我的想法裡面 我覺得 衰極 他是生我們的 衰極 這些錢 是他賺回來的 原於是他 沒有他 你怎麼會有這些錢呢 你可能有 你也有 有 但是問題是 那塊是他 他是個女兒的 但是我無論如何 我剛不接受 於是 我整條柱 就叩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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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啊,good的relationship 我常常都不懂畫手指 good的relationship 她走了之後 其實我這麼多年 我對她是有怨恨的 是有angry的 不服,我也不懂 我對她是有angry的 很誇張 我覺得是她令到這些事情會發生的 這是因為她 她可以不要那麼大男人 她可以收斂一些脾氣 未必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她可以不要那麼家族 有多些自己的family 不是家族那麼多 這些事情未必會發生 她走那一刻 她升天那一刻 我是很難過 她信了耶穌 但是她升天那一刻 我是很難過 我覺得 我覺得她對她有虧欠 好像 愛她不夠多 愛她不夠多 好像 她為家庭也付出很多 她養這個家庭 但是我有沒有尊重她呢 有沒有尊重她 當中 所付出的事情呢 除了我有埋怨她 除了我有很多貨在裡面之外 上次說過 我對媽媽很多虧欠 就是因為那個書包問題 那個書包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我欠她 我是欠她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離開她 就是我不會離開她 我不會離開她 但是 在這件事 想想想這些 上法庭 這件事的發生 我媽媽是幫我的哥 她幫我的哥 那種幫 不是只是態度的幫 而是她完全不聽我的立場 甚至是不相信 沒有信心在裡面 沒有信心在裡面 她對我完全沒有信心在裡面 我說的一句話 她都不聽 只要她說一句話 我搞事 她就相信 我怎麼搞事 我在香港搞什麼事 我撐你的肺 就是這樣 所以它令我覺得很失望 失望就是我們相處了三十多年 但你要為了一個 你不會經常見的人 你要不相信我 你要不相信我 這個令我覺得很難過的地方 難過也是 我是否要繼續跟你連結 而這個連結 我所受的 甚麼呢 我所受的就是 指責 即是那些XXY 我所受的是這些 我所受的是 不被信任 不被聆聽 不被聆聽 那我要繼續這樣嗎 而關你因為我有兩個小孩 好嗎 而他們呢 沒有程度其中一個 令我覺得 我是否要繼續這樣下去 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上次 我兒子又一次說 她說婆婆這樣 罵你 為甚麼你可以忍呢 媽媽 為甚麼你不會離家出閘 然後我女兒就回答爹 婆婆經常罵人的 於是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我是否要我小朋友 見著這個情況 呢 當然我兒子都問我很多 到底你是誰生的 媽媽 因為她聽到聽到一些 始終有些 吵架 我就說你長大的 我先說 是否要見著這個情況 是否要見著我和媽媽之間 這些事情出現 而她們在我的兒子面前 經常這樣 對著我這樣 是否好 這就是我在想的 其中一個事情 所以我在想 這個關係是否還要這樣 不是因為我不愛她 而是因為 我是否要繼續 因為這個問題 而要繼續下去 要繼續背負著呢 所以近年見輔導 去重新疏離 重新疏離 這些question mark的問題 就是identity的問題 到底我是誰呢 我怎樣來的呢 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出現呢 那我可以怎樣呢 那這個就是我這一段期間 或者這一年期間 都是在做這件事 主力 是的 而過去那幾年 就慢慢去理解 到底為什麼我很depressed呢 我每一次 他們這些 就是這些事情 一出現 這些官司一出現 我很depressed 是的 爆哭 那後期這幾年才發現 我明白 原來我是沒有了我這一條柱 因為這一條柱 是我人生裡面 前二十幾三十年裡面 頂著我所在一起 嚴陋的地方 是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世界 還是 我有愛的 其實這條柱 告訴我我 我還有人愛我 我還有一個 關係 跟我正常地建立 而當它消失了的時候 我在想 這個世界還沒有 我真的覺得 我愛的人已經走錯了 我愛的人已經走錯了 其實我和我哥哥很好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條柱 他要對我 走很重很重的手段 因為無論我說什麼 裡面都是沒有信心 在裡面 無論我說什麼 都是沒有信心在裡面 但是我們的關係 一直都是很好 我沒有想過 他今天要感動 只是因為 我不選 他的能量 我覺得 可以不可以這樣 可以不需要為了這個 做到這樣 他不是沒有 他不是零 他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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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 但是不需要去到 拿掉所有東西 拿掉所有東西 而連信心都沒有 連中間的 每個位都沒有 他不想知道 他們應該是經歷 文革 他們三個 即是一二三 他應該是經歷文革 那段時間 即是那些 櫃玻璃 那些 啊 我爸爸 其實當時是試過去給別人 據問一下 在他年輕的時候 是要綁住 即是那些繩子 綁住 那他遊街 即是大字報 遊街 那所以 其實我不只三兄弟 其實我還有 我還有 我還有一個姑媽 這個才是大的 他們很有趣 他們是男的 有男計 有女計 哎呀 然後才到我爸爸 有女計 即是這裏的一 然後我有個兒叔 即是這裏的二 然後呢 就是 嗯 我 啊 然後就是 我一個姑姐 先的 一二三 我們叫做 對啦 四姑姐 然後呢 還有一個五姑姐 然後呢 就是第六 其實才是這個 但是他們是男的 男計 所以變成 那些叫法很不同 那六 然後我還有一個七姑姐 所以呢 其實我呢 應該就是他們的七兄弟姐妹 那七兄弟姐妹 那七兄弟姐妹 那當時呢 爺 阿媽 阿媽 據問呢 我爺爺是地主 即是他有很多的田 地 據問我爺爺呢 是千金小姐 是的 即是有丫鬟 那些千金小姐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爺爺呢 是什麽家頭細母 都不吃了 什麽都不吃了 只是被人服侍 由上帶 那到文化大革命 發生的時候呢 那些田沒有了 他呢 他呢 要去被人送去很遠的地方 坐車 要去很遠的地方 就要路改了 就是做好路改 做好苦力 那樣 要去耕田 那這樣 那 那據聞呢 他是去路改之後呢 是死了在地上 沒有回來 即是無法回來 送去路改之後 那我爺爺呢 就帶了幾個 就在 在那個村子那裡住 我們有中親會 在大陸我們是有王氏中親會 那是有祠堂的 不定 現在是有祠堂的 祠堂要吃飯 那他呢 那他呢 帶著一幫人呢 當時那條村的裏面呢 據我媽說 這條村是鬥得很厲害的 是 尤其呢 對這個家庭呢 是不客氣的 就是對他們 不客氣的 那所以很多的批鬥呢 就下來了他們那裡 那因為我爸呢 是大兒子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老爸就去了路改了 那那個 那所以變了 大兒子 還有我姑媽呢 就是被人批得最厲害的 那所以那些被人 就是 那條邊去打 啊 又有啦 找人拿條繩呢 那條繩呢 那條繩去綁住啊 又有啦 嗯 所以他們整個家庭的裏面呢 呢 他們是要怎樣餵些小的 譬如要給他們一些白飯 他們吃 那所以他們小的時候呢 我爸啦 我二叔啦 他們怎樣去很遠的地方 可能去 買一些 那些借 買一些借 那些借啦 或者好像我姑媽那樣 要織那些草籽 要織那些草籽 那去令到那個家裡 可以維生 那這個也是 當時他們會遇到的事情 那我老爸因為大 其實他讀到中學的 那所以其實某程度 他在那麼多個裏面 其實他的學歷是算高的 據聞未發生文革的時期呢 其實他在一間廠裏面 據聞這些都是我聽的 據聞他在一間廠裏面 是做主管的 那在文革之後呢 他沒得做 那就是要去耕田 就要在那些田裏面去耕田 那所以他是唯一做的農夫 我媽那時候 就是吵架 就是笑他有整個牛市 因為他要去耕田 沒有得做廠裏面 沒有得做廠裏面 在他大概 和我媽掉到婚後 他就游泳 偷游泳 偷游到 就來香港 據我的姑姑說 如果他那次不偷渡 他是一定會死的 因為他們想著 綁著他 他在那次的批鬥大會裏面 是會扔死的 所以他是必須要走 他不走 是命都沒有 就據他們的講法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幾兄弟姐妹之間 其實他們的感情 是很團結的 某程度上 他們是很好的 我爸爸後來 和我媽之間的關係差 在晚年的時候 其實他回了大陸 我叔叔就接濟他 即是給他一個屋子去住 給他一個屋子去住 因為他沒有爸爸和他一起相處 那他在香港 那時候他退休之後 沒有特別事做 沒有什麼朋友 他就回大陸 他就逐家逐家去吃飯 帶他們去玩 踩單車 或者開車跟他去玩 那樣都有 所以他們的關係很好 而我僅有所知就是這樣 那我這邊 即是我 現況媽媽 她 他都是 他阿爲阿媽 阿姨阿媽 他們都是黑五類來的 其實我阿公都是出去了之後 被人家文革的時候 出去了之後 是沒有回來 回不到 回不到 回不到就走了 那他呢 那個家庭裏面 有四兄弟姊妹 他排第二 有哥哥 然後到我媽 然後我有個舅父 然後我還有個阿姨 那這個就是他 那在他童年的時期 是長大那兩個 就去賺錢的 就是四五歲 已經要去河邊那裏 就好像阿信那些 要拿些衣服 洗衣板在那裡洗衣服 那要去 要去走很遠的地方 要去收拾東西來買 那就是頭兩個 據聞我婆婆是很偏心的 這個 我四姨 所以好東西就給我四姨 據我媽的說法 我婆婆很自私 所以好東西就像她們都立了 就是很奴役兩個 就好像小奴隸一樣 這兩個就很小奴隸 這兩個就起碼還有些好東西 這兩個是沒有的 就只能夠去做 就是去洗衣服 又是這樣 就是收拾借殼去買 這樣做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她沒有讀過書 我媽媽 但是她少學到的 所以其實她在很長的年期 她覺得她很不喜歡我婆偏心 她很怨恨我婆偏心 偏心就是她和她哥 小時候熬得很淒涼 那我的醫生就很幸福 據聞我原生的媽媽 我這個她的資料 其實我真的比較少 據聞她本身 都是陷阱的 但是到底她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都是問號 她一夜 她爸媽什麼情況 我是問號 我只知道我阿公有幾個老婆 我阿公 她應該是有幾個老婆 而我阿婆應該是其中一個 不知道是第二還是第三 還是第四 我都不記得了 但我阿婆很好 我見過她 那我阿婆生了應該是有 四個子女 那我媽媽呢 是第四個子 最小的子女 所以其實她是 她是 拉妹 所以她是被人疼多些 她是 成長的裡面 雖然都是艱難 但是 因為她拉妹 她是 被人疼多些 我們有兩個姨媽 然後有一個舅父 她們親生的就是這樣 是的 其他那些就有很多 這些大舖 但是那些大舖 那些大舖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以前她們有些四合縣 她們以前是她們 童年的時期 是住過這些四合縣 是的 而其中 她一房在這裡 就是在四合縣其中一個位 但是她的資料 其實我真的很少 我不多 那至於 為什麼她們家族裡面 因為祠堂的關係 我自己的感覺上 因為在她們王氏的中親裡面 尤其在她 因為我理解她比較多些 她現在有了錢之後 這個祠堂是她重建的 因為文革的時候 其實已經拆掉了 沒有這些東西 她重建的 然後她還要做了一個 一個好像一些族譜 一個家譜 她寫了一本 王氏中族的譜 是有所有人的名字的 就是由我們不知道 多少世代 到現在 哪個婚系 我知道我是長筋系 只有我哥哥和我弟弟 我哥哥沒有女兒 沒有兒子 只有我弟弟 我弟弟如果不生兒子 我們的長筋一系 就會斷 一系就會斷 所以其實有一本族譜 是她出力去做一個 重建這個祠堂 她想興成 阿爺年代她地主的威猛 她想她的根 即是我們長筋那一系 所以她想找人生兒子 她的理解就是 她想不要斷了我們一代 她經常說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旁枝 一些唐那些 唐那邊有些兒子有孫 她就覺得旁系就輕盛了 為什麼我們這一系會這麼凋零呢 所以在她的概念裡面 她主力是在想這件事情 她說的是家族的繁榮 所以她出了很多錢 在那條村裡面 她搞曲藝社 搞戲曲 她要留長這些 中國的傳統文化 她要保護這些東西 她要這件事情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其中 我覺得有一些是虛榮的 就是因為阿爺的時候是地主 阿爺的時候有很多地 全村的人很多人都是幫她打工 她想輕盛回這件事情 所以她要她的名字 是被人去什麼 另外是因為那時候 我猜一下 那時候 他們被批鬥這個時期 他們捱得太多苦 而那些批鬥的人 就是在村裡的人批鬥他們 所以某程度上 她想讓那些人去看 你當時看小偉 現在我們是不讓人看小偉 裡面有一些這樣的成份 是在路的 但是你問到底那個 這個是他們三個都有的 不要被人看小 因為我不止一次他們聽 他們有這個共同 我們不要被人看小 這些這樣的言語出現 所以變成了 我猜是文革那段期間 他們經歷的事情 去造成他們一些的 一些價值觀的想法 是不足其的 是的 要我有限的資料就是這樣 好嗎